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哀家对你甚是喜欢 哀家知道 你和锦儿情投意合 只是这一次南烟郡主突然到访 想必你心中定是不快 不过哀家可以找理由 把他们的婚事给推了 你看如何 不必了 太后 是我的便是我的 不是我的强求也无用 您说是吧 太后 起床 喝汤 零儿 你不生气了 十胜你气 我才没生气 那你还熬汤给我 万毒株是以毒攻毒 虽然你毒已解 但对你的身体的损伤还是很大的 保单没结束 我可不想让你死了 你就是心疼我 谁心疼你 赶紧喝吧 什么东西这么难闻啊 这里面都是珍贵药材 行 喝了大补 这里面放了造新土 鸡石板 五菱汁 蝉猪皮 这可是我收集了一晚上才找到的 不准脱 你 你们成何体统 陈氏正是头脑清醒之事 你们不读书习武 既然在这里 陈鸣云南欢女爱 我真是看走眼了 他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喝完了 嗯 你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说 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嗯 那日你去青十方 是去干嘛 我不告诉你 是怕你卷肉进来有危险 你不信我 我可是未来四方会第一杀手 我知道你厉害 但是有些事 我还是要自己去解决 不告诉我是怕 不是说 我自己去查 这个东方井果然不是什么名群 你不是深处 郡主 词 郡主 郡主 不好了 有什么事慢慢说 别这么毛毛躁躁的 难将使者死了 什么 死了 阿迟 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鬼魂一样 跟着我 我是担心郡主您的安危啊 他们本事在通天 这里可是洛义府 我能有什么危险 那我们要把南疆使者死了的消息 传回去吗 张晋死在了洛义城的地盘上 这事要是传回去 正好找了他们的道 眼下最重要的 是寻找密钥的下落 随后再看是谁 不想让南北结盟 谁 明主 是我 少君 东方义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看你 那日 我看你从高处坠下 还是蹭伤了 区区小伤 合足挂齿 小伤也是伤嘛 我到时间练武了 请回吧 你可知这药 可是我们洛义府的密药 头上不消三日便能痊愈 全府能有这个待遇的 可不超过三个人 我没事 你走吧 你瞧 当时我抱住你 接住你的时候 我回去都痛了好久 你怎么能没事啊 我南疆儿女没这么矫情 我平生最讨厌大男人积极歪歪的 阿迟 送客 请 邵 少君 我们身份有别 日后还是少来往 以免让外人言语 可 君主 少君 请 阿迟 阿迟 你速回南疆 大婚之事 不能再拖了 是 太后怎么这么晚还在佛堂 那我就先探探你的请定 会冷静 有点 不mans 会冷静 会冷静 正面 小心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缕情愫飘向远方 我坐在石台上 望你启程等月明朗 看 夜梦中露出笑容 一蕴脸已透过脸颊 愿某种的爱在那 何时愿为我划下 风吹诺纳 一个人穿过晚上 在我身旁飞跃而向 谁期待吗 踏过人家 我扰了我心身牵挂 风轻轻念着只愿你 踏着缓缓无法归 花楼下心动刹那 此生风只与你共画法 星期六 诈离战grund 别忘了 你们ة